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准备星中四的私有神 因为家里活动空间狭窄 学习环境不理想 初中成绩一直落后于人 这间屋就是我和妈妈一起住 我自己就是住在厅 然后又放一张床在这里睡觉 妈妈也有一间自己的小房间 我回来就是打开一张桌子 然后就是拿起工作 但是一个人自己做工作也是很无聊的 直到去年年底 私同学参加了学校一个名为 成就未来的补习计划 成绩开始有所改善 其实我们在去年的时间 就希望爱心传达除了派保鞋之外 就希望可以帮到一些基层少年 其实最直接的方法 就应该帮他们在学业上 扶他们一把 所以我们就有这个计划 就希望是透过学校 就找一些他们不阻业的师兄师姐 就回来去帮他们的师弟师妹 做这个补习计划 而成就未来这个名字 就希望帮到他们 在学业上有进步之外 也都可以是他们一个的生涯规划 始终他不用走来走去 还有整班同学都是认识的 大家可以互相交流 互相可以和师兄 大家有联系的 就更加容易发问 始终外面的补习者也是太多人 我们都是小班中的小班 更加容易可以提升学习的情绪 当姚律师和我们说 有这个构思的时间 我们都很积极地去投入 很快地联络我们那些 不专业的大学生 为什么我觉得这个计划那么重要 因为我看到两个字 是全成 因为其实补习不是最困难 最困难是我们的师师者 有没有一个全成的心 如何去帮我们一些 所谓学底学妹 在学习上 有一个明确的方向和目标 当他们见到自己的师师者 入完大学之后 还可以反而回归我们的师师师 这个我自己也很感动 那参加了这个补习班的同学 是如何因算出来的呢 其实我们选择学生 都会比较困难的 因为补习计划的受众 未必是可以全部的学生 其实就多于12个 或者多于24个想参加的 那我们从中挑选 其实都是从他的学习态度 和学习动机的角度出发 就未必是好去 特别去看他们的成绩 我参加这个补习班 初初开始是 受到老师的推荐 因为英文老师都觉得 我有这方面的钱质 可以去 好像考到师兄当年的成绩 所以我都希望自己在英文方面 受到师兄的指点和指导 是有所提升的 首先是老师建议我去的 因为他觉得我自己的英文水平 都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其实我自己都想去补习英文 首先我中一中二的时候 然后英文成绩都是一般的 我都想去补习一些合格 参加之后 到现在我自己的英文成绩 都是有很大的提升 没有想像中一中一的时候 不合格 原来成绩好和不好 不是因选最重要的条件 反而注重同学的学习动机和主动性 我们就参加了一个整个学期 每一个星期都有一堂 我觉得自己最大的分别就是 初初开始是 虽然有些基础 不过看到英文都会 不是很大胆去尝试 那现在就大胆了去说去问 因为上线补习班的时候 师兄都会在佛号 和我们分享他在高中的时候 他自己的学习方法 这个都影响到我自己 该如何找到自己的 属于自己的学习方式 来学习其他服务 不是单单英文 那负责教师弟师妹的 朱师兄又有什么感受呢 那我现在就大学二元班 那其实看回我在中六那六年 那其实我都发觉 其实母校是给了很多资源去栽培我的 那我也很感谢我母校 那其实刚刚有这个计划 成就迷雅补习班 那可以给了个机会 我可以回来母校帮忙 那也可以值这个机会 去栽培我的师弟妹 我就不会说我有特别的方法 但是我会说相处的方法 已经是一个 即我们不同的相处方法 已经是一个令到 这个教学更加好的一件事 因为始终我们大家的师兄弟 就不会说有传统师生 甚至乎出去补习 可能都会有一种师生的格限 除了课内之外 课内教的知识课外 可能一些学习的态度 或者一些心得 都可以分享到 至少我以前 我不会这样敢去问老师 学习什么 考什么 我这样的数学水平 可以不可以 可能就是因为我师兄的身份 给了他们一个 比较亲切的一个 即他们感 就会令他们更加够 去问这些问题 不说不知 原来透过补习班 朱师兄自己都有所得着 第一件事 就说出来有点丑 不过 我有时都会有些知识的难点 可能透过一些复杂班 都自己会 瘟义资深 第二 就是 我 学习了 就是 怎样去用人家的角度去想 即是一个换位思考 即是一个换位思考 我很深刻的一次就是 有个中小的同学 就是他问我一些理科的问题 法学科的问题 我解析他都不理 最后发现其实是 他看那个问题的角度有问题 即不是他理解出问题 他看那个角度有问题 我觉得 这个也是一个 对于领导能力 我自己的领导能力 以及对社会做事的能力 也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用回师兄或师姐去教 其实起码有两个好处 第一个就是 因为师兄师姐其实本身都在六年 跟我们校本的课程去学习 那变成了 教一些师弟师妹 在课程角度是比较统一的 因为大家学同一样东西 同一套东西 第二样东西就是 从一个身教 又或者是一个模范的角度 去到给同学一些学习 特别是透过课后 或者是一些课堂完结的时候 或者当中也可以的 就是一些分享 或者是知识层面以外的分享 他都可以对同学来说 都是一个生涯规划的帮助 我个人来说 觉得这个补习计划 其实一定希望可以继续 一路延伸下去 因为理念和构思是非常之好的 另外就是说 其实可以在规模上 除了英文数学之外 在导师或者在课堂 甚至乎加一些生活体验 或者带他们去一些 他们现在读的大学里面 有一些小组的参观 了解他们大学生的生活 都可以增认成就未来的计划 不是单单一个补习 而是可以是一个全人发展 在课堂中文字幕志愿者